我覺得香港就是一個很特別的城市 這會看起來很好吃的感覺 我們現在來體驗這個丁丁車 上面的視野超棒的 非常有名的石板街 然後也是一個很好拍照的地方 牆壁上畫的這個就是 已經被拆除掉的一個地方 九龍城寨 它是米其林一星的推薦餐廳 還沒開門就已經在排隊了 你們看它這個燒鵝油亮油亮的 裡面那個油脂好香喔 這一家店也是很多觀光客必吃的店 我覺得它裡面整個建築散發這一種年代感 再來要去的這一家就是 超美的Nut Specialty Coffee 它的芝麻糊超級濃郁 好像是在坐雲霄飛車一樣 超陡的 香港的夜景 看起來真的是超美的 感覺整個香港都在發光 看到它店門口貼滿了整個米其林推薦 Hai 大家好我是萊斯特 大家早安 今天是我們在香港這邊的第二天 我們現在要走去吃早餐 我們今天的第一餐就是這家NOC Café 我覺得它裡面整個裝潢 就是走一種水泥中葉風的感覺 看起來蠻乾淨的 而且很舒服 飛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来吃看看这个早餐咯 这个对看起来很好吃的感觉 烟熏味很重 这家的餐点蛮好吃的耶 看这个全麦面包烤的酥酥脆脆的 拿铁 它的咖啡是比较偏酸感的那种 这个比较少人 我们现在来体验这个丁丁车 我们现在已经上车了 上面的视野超棒的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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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家应该在下车 然后Freestyle 随性的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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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从丁丁车下来 我觉得超级酷 因为可以沿途欣赏香港街边的景色 超级推荐大家来香港 一定要来搭这个丁丁车 看起来 哈啰大家 我们现在来到了中环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中环这边 我觉得中环这边就是你来香港 非常值得花时间走走逛逛的一个地方 现在走的这条街就是中环这边非常有名的石板街 两边都会有一些小摊贩 好像是市集的感觉 现在一大早来这边都没有人拍起照来 就没什么压力 从石板街走上来 到了一个很有古迹历史感的地方 我们现在来到这边就是大馆 大馆 这边就是大馆 就是一个可以看展 然后也是一个很好拍照的地方 因为刚好是圣诞节的时候啊 这边有一些圣诞树的布置 好有气氛喔 大馆这里啊 如果认真逛才是可以逛一两个小型 因为这边蛮多地方都可以慢慢的仔细走走看看 我们现在要来体验一下 在中环这边非常有名很长很长的垫幅梯 我超爱香港垫幅梯的速度超快的感觉很有效率 有鸽子快来走 我觉得中环这边啊 就是到处都会充满小惊喜 因为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店家 然后每一栋建筑物都很有特色 每一家都会让你想进去看看 这边之前有一家很副股东 就是走香港宾市路线的星巴克 但是这次来他好像已经收掉了 有点可惜 这边就是嘉贤街壁画 墙壁上画的这个就是已经被拆除掉了一个地方 九龙存在 这个壁画其实已经有点褪色 大家如果有经过这边的话可以来拍一下 再来要去吃我们今天的午餐 就是这家 它是米其林一星的推荐餐厅 还没开门就已经在排队了 好多人 来点蜡烙烧叉天饭 有点蜡烤叉烧叉天饭 有点蜡烤叉天饭 我们常常吃到烧鸭烧鸡 但是很少吃到这种烧鹅 你们看它这个烧鹅油亮油亮的 额底的部分非常酥脆 里面那个油脂好香哦 虽然整体吃起来有点偏油 但是里面那个油脂真的不会让你感到不舒服 它的肉是有养劲的 但是不会说让你咬不断 我觉得长鸡烧鸭烧鸭烧鸭好吃 是啊 这样全 再来吃看看它的叉烧 它的叉烧很嫩口 但是有点偏咸 不太像是我们一般吃到的那种蜜汁叉烧 我们现在来到了南方圆这边 这一家店呢 也是很多观光客必吃的店 我点了一杯丝袜奶茶 终于喝到正宗的港式丝袜奶茶了 哦 好甜哦 不过它的茶味很重 会去把甜味给盖过去 所以喝起来不会很死甜 丝袜奶茶其实就是一个过滤茶叶的套子 用酒的颜色会变身 所以看起来好像就是丝袜那样 吃完了兰邦圆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走去喝兰亭咖啡 它就在兰邦圆旁边而已 加过滤茶叶吧 不开心 加过滤茶叶的套子 少了 加过滤茶叶的天啊 谢谢 店里面的中华很漂亮 整个很有工业风的感觉 又带有一点点夜店感 我点了一杯抹茶拿铁 Hans点的是拿铁 走了一整片的路真的很需要有咖啡因来提醒一下 好累喔 这好舒服喔 而且不会太多人 我们刚去拍的蓝帮远跟一热烧的都超级多人 然后这家蓝瓶咖啡啊 它的旁边就是中环的电伏梯 所以可以坐在二楼这边看着外面的人 就是走来走去然后搭电伏梯 我觉得好惬意喔 这边就是中环街市 我觉得它里面整个建筑散发这一种年代感 因为整个配色比较偏黄偏米色调 会让人觉得很富有 这个楼梯也是一个超级热门的打卡景点 后面就开始了 这边就开始了 下来的时间 在一边看着我 从哪里看着我 在一边看着我 在一边看着我 小鸚鸡蛋 鸚鸡蛋 鸚鸡蛋 鸡蛋 鸡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很厉害的建筑 它前身是牛奶公司的仓库 后来把它改建成一个艺术空间 我好喜欢香港这种英式风格的老建筑 我觉得香港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 就是你走在一个很繁华热闹的商业中心 可能转个弯 却又走进一个充满历史气息的街道 就是会让我觉得有一种很强烈的对比感 这边就是香港的地标之一 中营大厦 我们现在来到了铜锣湾这边 铜锣湾这边超级热 让人超级无敌爆炸多的 因为这边有很多购物中心跟百货公司 cords mów tra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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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 only ask myself to be so strong The only way I can survive Coffee every morning Whiskey every night The only way I can survive 我們現在走到了銅鑼灣這邊算是咖啡廳密度比較高的一個街區 再來要去的這一家就是超美的Nut Specialty Coffee You weren't ever gonna stop and that's how I know I belong where you go Someone's mama wore this dress in 1953 I bet way back then she looked a little bit like me In this vintage lace that we found 我覺得它這邊整個空間非常的明亮高條 因為這邊有一整面超大的玻璃窗 它也好刺眼 我點了一杯拿鐵 它的煙燻味比較重 然後是偏果香的那一種 好喝 然後還有點了一個棒蛋糕 吃看看它的棒蛋糕 檸檬香氣很重而且不會到太甜 蛋糕的質地是走比較紮實綿密的那種路線 我們現在走到了白沙道這邊 這邊好像有蠻多家那種潮流品牌的店面 像是Steelsea或是Supreme這些 來去逛逛看有沒有喜歡的衣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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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 再來要去喝甜湯 就是在家 萃苑甜品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芝麻糊的愛好者 所以我點的這個是芝麻糊 好香喔 芝麻糊的味道好浓郁喔 它的芝麻糊超级浓郁 芝麻打得很碎很滑 芝麻糊而且不會到太甜 喝到最後完全不會有那種膩口的感覺 Hans點的這個是腰果 整個這樣子肉色系粉嫩粉嫩的 腰果的味道好重喔 我們現在準備排隊要去搭山頂纜車了 超多人在排隊的 等好久喔 已經排了20分鐘了 超誇張的 從那邊一直排過來到這裡 然後等下再繞一個自製行進去 不過排隊速度算蠻快的啦 一直都有在前進 有票的持費恩師這邊啦 請保證的視頻 好有票的往前走啦 我們現在終於已經排到 山頂纜車的這棟建築物裡面了 大概排了應該有30分鐘吧 跟上次晴空塔真的有得比 好累喔 人好多 看樣子應該還要再排一陣子 可能應該要再排個10到20分鐘吧 如果等一下下山還是這麼多人 我就直接叫計程車 我真的覺得好累喔 我現在知道不這麼好 你幾個先完了 如果這次有個坡壇 就是可以進來 一些外科的衛生相 跟並且有了 還有是比較的 我現在中間現在還要到達州 尼加州搭去 要已經比周邊的 一 hesitancy 他中間也要知道 明星市場 尼加州遜陣的散步 給囑境 他今天也是只好 終於有前進的感覺了 我們現在已經上車了 這個也是來香港一定要去的景點 好多人啦 它的上坡非常的斜 身體會有一點點往後傾的感覺 好像是在坐元宵飛車一樣 超抖的 開始上山了 好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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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 好漂亮的 我们现在要上去临交格平台看整个香港的夜景 我们现在有在太平山的山顶 给大家看一下底下的景色 看起来真的是超美的 感觉整个香港都在发光 好漂亮哦 中文字幕后 You know, everything we've lost comes over again And I will grab onto your arm A little stronger than we were before Than we would before 我們下山呢,現在要來吃我們今天的晚餐 其實在中環這邊呢,吃的選擇真的真的太多了 我們剛剛經過一家店,看到店門口貼滿的 整個米其林推薦,所以我們就決定要來吃 就是這家沾仔劑 我點的這個是甩拼撈麵 它裡面有雲吞跟牛肉片 它的麵體就是那種一般的香港撈麵 雖然看起來細細的,但是吃起來超級Q 牛肉片的部分 它的牛肉片好好吃喔 非常鮮甜又軟嫩 它的雲吞好肥好大一顆喔 看起來超級誇張的 它裡面的蝦子給的非常非常多 大家如果有來到中環這邊,規劍可以來吃吃看喔 大家如果有來到中環這邊,規劍可以來吃吃看喔 然後入座之後呢,店員會給你一杯熱水 這個不是要給你喝的 它是要用來洗碗塊的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再來就是香港這邊吃的東西很多樣 有很多種小吃 到處都有 還有賓室茶餐廳甜品 然後你看Google Map 可能只要三分鐘的路程 但是實際上走過去可能要花八到十分鐘 因為路上可能會遇到超多上坡跟樓梯 好啦,那今天大概就是這樣子囉 我的雙腳現在已經呈現一個無法行走的狀態 因為我們今天走了一整天的路 等一下就要去洗澡休息了 然後我們明天要去旺角跟尖沙嘴那邊的一些景點走走逛逛 晚上要去看跨年煙火 順便開箱一下尖沙嘴那邊的喜愛等酒店 那我們就明天見啦 最後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要按讚留言 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 你要記得訂閱萊斯特的頻道喔 我是萊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嗨